全世界最知名的一堵墻走入历史 倒火线就在三十年前的十一月九号 命中试图推倒柏林围墙 现场气氛激动到最高点 有人出动各种机器 甚至站在围墙上高喊民主自由口号 一九九零年 助力近三十年的柏林围墙顺利倒塌 一切的起因来自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号 东德官员夏波夫斯基记者会上最喜化 据传当时夏波夫斯基误解上级命令 直接对外宣布 不需要任何证明就能出境 促使东德边境一系间全部松绑 围墙两边的东西的人民 终于再度相见欢 一年后东德的共产党政府遭到瓦解 最终并入西德 让柏林围墙的倒塌 成了民主世界新秩序的象征 专家认为同样的场景 有可能在三十年后重演 最近美国华盛顿邮报就有一则报道分析指出 柏林围墙的倒塌并非民主战胜独裁制度 文中指出中共从六四天安门事件后 三十年来虽然经济快速起飞 却也变得越来越集权 中国名誉人士王丹也在脸书上颇文表示 北京的墙不推翻 人类就会再次付出代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在演说时 直言现在中国就像当年的东德 随着全世界谴责声浪四起中共主气的高墙 能否像柏林围墙一样倒塌 似乎只是迟早问题 三地新闻撤了不透